大家好,我是寿侯 现在我们来到了青海的共和县 我和九哥也已经在这里会合了 昨天我们在这个免费的停车场露营休息的 昨天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九哥给车里装了一个柴暖 然后我也铺上了保温毯 后面天气再冷的话 九哥的柴暖也可以给我伸一只管 然后我们两个的车子都有柴暖了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驶入青藏高原里面了 两个人,两辆车,还有两只小狗 在这边天气还是很冷的 昨天没有喝完的影响快线 今天早上就结冰了 还有买的一提矿泉水 也全部都成冰块型的了 再往里面走的话可能就更冷 但是我们还是要出发了 接下来的路线就是直接从青海 然后穿到西藏阿里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路线 现在我们来到了和卡镇 特别小的一条镇 只有这么一条街 准备去买点蔬菜 哎 方便面 小青菜 还有薯豆 火锅底料 哎,火锅底料没买? 你不是用吗? 我不确定啊 点了一提水有 那我去拿了 那你去拿一个 等一下两辆车 准备继继续往前走 看前面直接到山里面了 可能城镇就少了 前面一群牛 气势汹汹的 哇塞 看前面这一头牛有多大 好像是野猫牛交配的种一样 太大了 后面都是小牛 哎,撞到 看中间这一头猫牛特别的大 哎 出头 出头 不要叫 太多了 那么多牛 还有好多小牛在这中间 插来插去 又哟 又哟 走 走开去吧 看出头 看河里面全部都结冰了 你叫啥了出头 现在来到了和卡山崖口 海拔3893米 然后从这里下去之后 海拔就会越来越高 这里也是一个崖口 就正式的进入青藏高原了 在这里风实在是太大了 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清楚啊 满山边也在经翻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山上面整个铺了厚厚的一层 全部都是经翻 这个土匪也出来做事情了 太冷了在这边动脸啊 太冷了 走过这个崖口 翻过这个崖口 给大家看一下 那边全部都是微微的重山 全部都是雪山了 我们就正式进入青藏高原了 在这里风太大了 不准备在这里停留了 开车离开了 开车离开车离开的 从这个山顶我们直接斜着下来了 现在九哥也下来了 听 刺激不 刺激不 刺激 开到太快了 我一手里喝下来了 我跟不上 你开太快了 从这下来了 太刺激了 我一手里喝下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